其實與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方向和定位 我們可以將紐約灣區和三藩市灣區合併 紐約灣區,大家知道紐約國際金融中心 三藩市灣區,大家知道直谷Silicon Valley 一個是金融,一個是創貨 這也是正正我們在港澳大灣區的優勢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整個國家來說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我們是唯一一個 香港我們在大學中的科研力量很強 尤其是在幾個範疇 人工智能大數據,以及生命健康,醫療科技方面 第二個優勢就是我們一國兩制的優勢 尤其是在現在的地緣政治中 讓我們成為一個比較容易,也比較有利 去吸引國際級的人才來到這裏 不管這些是外國人,尤其是華裔的科學家 當然,我們發展創新科技產業 我們有我們的短期來說 有我們的限制 我們土地不足夠 我們勞動力不足 你發展一個產業,需要有一個產業鏈 有一條比較原備的供應鏈 在香港來說 我們自己在這方面 是不能夠完全依賴自己的 因為深圳的創科,大家知道了 匯聚很多龍頭的創科產業 不只是科網,還有其他方面 而先進製造業在東莞,在惠州,在佛山,在廣州 都相當不錯 我們如果和深圳,和廣州,和東莞,和惠州,和佛山 當你這麼想的時候,大家一起合作的時候 整個局面就不同了 道綢 大陸 都見到 每次都見到 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